我的父親從小每個禮拜天都帶我去堂上 我就看著我們臺灣慢慢的山河變色 真的已經剩下沒有多少自然的地方 我還記得我第一屆當立陶委員的時候 跟高金素梅委員一起反對吸爆水力發炎床 因為那個是我們全臺灣 飛航少數 飛航少數從上游到下游 完全沒有人工設施等於河川 都把它擋下來 不准讓台電去蓋這個水力發炎床 去蓋任何的水坊 那是古道原因 它存在著千千萬萬年 我們大自然 老天爺走過的痕跡 這個族群走過的痕跡 原住民朋友 包括漢人 克強人 所有的人不在上面走過 但是在我們鄧母的經濟地點的上面 這條路是很有價值的 我們看看紐西蘭的密國翔灣步道 它帶來紐西蘭多大的產生 世界各國的自然愛好者 多少人可以走過這個步道 而且每一個人都要付高額的費用 哈蘭一古道免費 可以讓我們去清潔 在我們政府眼中 它變成沒有價值 在我們環保署通過的緩超正氣裡面 那以兩百公尺就夠了嗎 我跟大家報告 它隧道的出口是兩個河川的教會地 那個是最宣派流感的地區 所以那以兩百公尺就夠了 我們國家 我們交通部自以為的 這個可以替代的方案 事實上會對我們的損害 一樣造成無可比拟的傷害 所以我們也反對 我們希望戰地 就像國光實話當時我參加了無數的環評會議 我只請我們的政府停 看 停 先動靈 先再緩腳步 再想一想 我們希望我們的總統 非得等到我們大概都跪下來 就像彰化的鄉親跪在那女地裡面 就像他內部做的民調 我們人民反對國光實話的聲音已經高過 贊成國光實話 然後張放的鄉親要跪在那女地救他 他才肯定下來 如果馬總統說 他現在的副總統候選人 古典玉院長是非天秘人的正地人物 那麼就請把阿朗里古道的這個破壞性 不可逆的破壞性的建設 他停了吧 謝謝